大汉刚借助福禄之力进入虚空中 就猛觉背后一股巨力无声无息激来 虽然身后轰的一声 他就被硬生生地击回了原来的空间 同时嗓子一甜 伤口喷出了一口黑血出来 而就在这时 一声雷鸣同时从身后传来 金花老祖京剧交加的一回头 只见十余丈远的地方 韩丽在一片荧光中现行而出 并缓缓收回轻蒙蒙闪动的拳头 冲其冷笑不已 兔头大汉心中发寒 这时他才真的是肯定了 对方绝对不是一名原英初期修士 最起码也有中期以上的修为 而且无论法宝灵兽 还有神通都远非他可比 如此一想之下 这位金花老祖哪还敢继续和韩丽交手 彻底吸了拼斗的心思 猛然将手中的金服冲空中一抛 周身金光一起 就化为了一道金红破空而顿 连下方的那名艳丽女子都丝毫不顾 韩丽嘴角一动 原本想立刻追去 但对方抛出的金服 扑的一声溃散开来 化为大片的金光 这些金光马上又片片碎裂开来 一阵凝聚变形后 竟幻化出上千只拇指大小的金色毒风 朝着韩丽铺天盖地而来 轰鸣声大起 韩丽有些诧异 却从容的一张口 一团青光包裹着一只小鼎 喷出了口外 此鼎只是在身前滴溜溜一转 立刻化为数丈之巨 然后韩丽单手冲此鼎一拍 轰的一声 锯顶表面蓝焰一下浮现而出 将此鼎包裹在了其中 然后顶盖在轰鸣声中 缓缓开启 露出了持续宽的缝隙出来 一只轻蒙蒙的光侠 从缝隙中击射而出 迎风一战后 化为一道十几丈长的青链 满天青光一闪 青链就将小半个天空一扫而过 眨眼间就将所有的金风 全部卷入其中 然后一个盘旋 就包着点点金光 闪电般地缩回了顶中 这徐天鼎 竟方一寄出 就将漫天的金色毒风 全都收进了顶中 但就这略一耽搁 金花老祖所画的金红 就已经到了五六十丈外 此顿速对一名元英 初期修士来说 不可谓不惊人了 韩丽看到此幕 面露一丝讥讽 并未急着动身去追 目光先朝四下一扫 结果眉头一皱下 鼻中冷哼了一声 在他和金花老祖 眼花缭乱交手的短短一瞬间 灰袍老者和蓝袍青年 竟不知什么时候 悄然退到了百鱼帐之外 正打算转身就逃的样子 这两人 自韩丽和金花老祖 先后现身后 早就没有了得宝的心思 只想如何才能从眼前的微距中全身而退 以免葬身于此 那金花老祖不用说了 摆明是艳丽女子招来要杀人灭口的 这位不知名的修士和金花老祖几句交谈后 竟连一位元英修士都要灭口的样子 也让他们心之不妙 但当金花老祖口不择言下 提到了虚天顶 这两人就恍然大悟 虽然他们只是结单其修士 但身为蛮胡子门下 虚天顶当年出世的消息 又怎会不知 到现在逆星蒙对持顶人的追杀令 可未曾取消 他们心中知道其中的厉害 暗暗惊叫之鱼 自然再也不肯继续停留在原地 当韩丽 方和秃头大汉已动起手来 这二人立刻悄悄地徐徐后退 现在一看韩丽 冰冷目光扫向他们 二人心中狂跳后 立刻什么都不顾 急忙顿速一起 分头而逃 至于那名艳丽女子 则在金花老祖丢掉她败走的时候 心中一慌之下 也马上一扭身 化成一道红光积舍而走 至于更远处湖边的那些 助击期和练期期的低节修士 因为修为太低 距离太远 根本不知道湖中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远远一见他们的师父师祖都落荒而逃 这些人面面相去互望一眼 也目露惊恐 一哄而散 见到这种情形 韩丽面上阴霾扫过 忽然手往虚空一抓 一支灵兽袋寄到了半空中 随即袋中 嘶鸣声响起 随即喷出了一股白萌萌的寒雾来 里面夹杂着十几条雪白的蜈蜈 一个个半尺长 背生一对透明的翅翼 猙獰凶恶异常 围着韩丽的头顶一阵盘旋飞舞 韩丽也不说话 只是手指冲远处的三人分别一点 顿时十六条六翼双弓 分别成了三群 化为三股白色寒风 头吐寒气 朝向三明结单妻休士 呼啸追去 顿速明显比那三人要快上一筹 艳丽女子三人回首一见此目 顿时惊得急忙将最后一丝余力 也不保留地施展了出来 顿速竟然一下子 又提高了一分 眨眼间这三人就和六翼双弓 一前一后狂追远去 至于那些低解休士 韩丽也懒得理会 以这些休士的奇慢顿速和地下地位 就是想象什么人通报此地的事情 恐怕也是数日之后的事了 到了那时 他早就离此地千万里之外 不过他转手看了看远处的金花老祖 目中杀鸡一闪 背后风雷尺轻轻一扇 人就化为一道银湖在原地消失不见 虽然这时的金花老祖已经远在百丈之外 但韩丽每一次闪动下 人就瞬间来尽了二十余杖 只是六七次之后 就鬼魅地出现在了大汗上空 二话不说 单手一抬 大片紫色火焰脱手射出 化为一只大手向下气势汹汹的一把抓去 下面金花老祖万万没想到 韩丽可以轻松地接连施展顺移之术 竟如此快地追上了自己 顿时骇然惊呼 眼见到大手抓下 终于面现惊恐之色来 但无奈下 他只能一张口 喷出一口金色飞刀 斩向大手 急忙掐绝想要施法避开刺激 但这只用紫罗急火变化的大手 又岂是一名猿鹰出其修士 轻易能破 从韩丽独创的极寒之宴 就是后期大修士和实际妖修剑了 也是有几分忌惮 只见那口金色飞刀 一斩在大手上 只是紫光一闪 飞刀瞬间凝结了一层紫寒冰 然后失去控制 直接坠落而下 在大汗面无人色的目光中 紫色大手五指诡异一张 竟仿佛巨大蒲扇一般 一把将大汗刚击射出去的身躯 抓在了手中 一声惨叫发出 大手上紫焰一下高涨树齿 金花老祖转眼间 就化为了一块紫色冰雕 见此情形 空中的韩丽毫不犹豫地法掘一催 大手顿时五指用力一捏 扑得一声脆响 整座冰雕竟寸寸碎裂开来 冰屑中金光一闪 大汗原鹰就想趁机顿走 但韩丽早有准备 心念一动 大手就化为熊熊子火 一下将大汗原鹰困在了其中 此原鹰只在其中支撑了片刻 就狂闪几下 化为了乌有 韩丽这才袍袖一抖 紫焰化为一道火蛇飞尸而回 只是一闪就没入袖中不见踪影 他这才微微一笑 目光一扫之下 又抬手朝下方虚空一抓 顿时大汗悬浮在空中的储物袋 射到了手中 他将储物袋随手塞进了袖子中 抬手向其他方向望去 只见老者等三人 一和十八条雪白武功 早已不见了踪影 似乎已经追逐出了极远 韩丽倒也不急 将早已恢复迷你形态的提魂术一收 就闭上双目盘膝而坐 神念朝四下缓缓放出 身形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此刻附近变得静悄悄的 除了微微的海风 几乎一丝声音都没有 韩做了一盏茶的功夫 韩丽嘴角漠然泛起似冷笑 重新睁开了双目 几乎与此同时 某方向的天边灵光一闪 一团白色寒风飞射而回 片刻的功夫就到了 韩丽头顶上空 寒风一散 献出了六条猙獰的雪白武功 只是这时的武功 一个个都变得体型过胀 有两只武功的白色外壳上 还残留着几道淡淡的剑痕 一副经历过一场大战的样子 口中一声低含 他冲空中打出一道法诀 六条武功通体白光闪动 体型迅速缩小 化为原先的大小 然后韩丽再寄出储物袋 这些六翼双弓 就化为六道白弓 飞入了袋中 再等了一会儿 另外两群武功 也同样从其他方向积事而回 其中一群毫发未损 但另一群中却有一条 被斩去了几条细腿 似乎受到了一些创伤 不过这些灵虫天生生命力旺盛 具有断植虫生的天赋 这些小伤只要过一段时间 就可完全复原 韩丽将这些蜈蚣一说 就朝着湖中心的海面望了一望 当即周身清光大放 化为一道青红积事而下 一闪之后 惊鸿就没入湖面不见了踪影 这所谓的模糊并不太深 韩丽只是往下顿入了两百丈 就隐隐看到了湖底 但此处湖水还真是有些诡异 实在过于碧虑 即使韩丽已经运用起了陵墓神通 但也只能看清楚十几丈远的地方 再远一些就模糊不清了 至于神念 一进入此湖中就似乎无法离体 这模糊竟然是天然的神石隔绝之地 不过韩丽心中早就有了蛮胡子 所给的准确地点 只是附近飞顿了片刻 轻易地找到了此型目标 一个看似普通的湖底胶石堆 韩丽目光扫了一下此地 手指一弹 一道青色溅气朝一块胶石积事而去 喷的一声 剑气尚未斩到胶石上 下方就漠然浮现出了一层淡蓝色的光霞 一下挡住了剑气 但是这层蓝雾显然是薄弱异常 只支撑了片刻就被剑气一盏而开 整个光幕都化为点点灵光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面的胶石一闪 就仿佛幻影般消失不见 却又出现了一层五色光照 将湖底这百余丈大的一块都照在了旗下 而光照表面各色灵光流转不定 让人无法看清楚旗下到底是怎么一副情形 和有什么东西存在 韩丽感受着光照上的澎湃灵力 摸了摸下巴 双目一眯 刚刚蓝色光幕竟是一层简单异常的幻术禁止 看来是艳丽女子三人临时布下的 下面这一层光照才是蛮胡子亲自布置的禁止 因为蛮胡子当初只剩一个原因 并且作画得过于匆忙 虽然不会给韩丽留下解除禁止的法器和法觉 他也只能凭蛮力来破除 不过此禁止一看就是五行之力混凝而成 即使以他的神通 破除起来也是要费一番手脚 心中如此思量 韩丽当即不再迟疑 两手一掐绝 顿时腰间除戴 荧光一闪 一个淡淡的人影就诡异地浮现而出 正是人形傀儡 韩丽刨袖一抖 三十六口金色飞剑瞬间飞射而出 然后在污名声中 在中间一具 竟合成一口十一丈长的金色巨剑 一道法觉打出 击在了巨剑的表面上 轰隆之声大响 一道手臂般粗的金虎 在巨剑表面浮现而出 随即一个盘旋 化为一条栩栩如生的电蟒 此蟒围着巨剑绕了几圈 脖梗一扬 口中发出了嘶嘶之声 声势卓势惊人之急 而一旁的人形傀儡也是手一扬 一面红色小弓浮现而出 另一只手轻轻一拉 一枚脆绿色的小剑就在弦上呈现 雷鸣声一起 同样金虎在小剑表面弹射而出 闪烁不定 韩丽脸色一凝 手指冲空中缓缓一点 巨剑就仿佛开山神兵 带着阵阵的轰鸣声直批而下 几乎与此同时 一旁人形傀儡手中的小弓 也是同时一颤 一道脆芒夹杂着丝丝金芒击射而出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 光照表面一阵晃动 随即被无边的金光电照 笼罩其中 附近的湖水也是一阵翻滚涌动 竟形成了一股水下漩涡 朝着上方湖面直冲而去 韩丽却在漩涡中身形一动不动 竟是附近汹涌暗浪如雾一般 终于光芒一脸 金光消失不见 韩丽凝神朝下一望 神色一动后露出了一丝笑容来 只见下方五色光照已经消失不见 原地中心处 显露出了一个直径十余杖的小型法阵 散发着淡淡的白光 而翠绿的湖水狂涌而去 一接触白光 却被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外边 此法阵竟然用一种特殊的材料炼制而成 竟然有避水的功效